大环境这么差 为什么上海人看上去还这么有钱 上海人是怎么赚到钱的 真的这么有钱吗 今天的故事看下去 大家好呀 前两天黎巴嫩BBG爆炸那个事情 我最意外的 为什么还有人在用BBG 对 这也是我的疑惑 就这东西我认为已经不存在了 对的 我跟你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我的知识层面里面 好像最后才爱用BBG的就是医院 在特定环境下可以找到医生 这是唯一我还知道的应用场景 我岳父曾经是上海四大群呼台之一的 某群呼台的股东 那个群呼台其实老板都跟我岳父一个姓 是家族企业 不是是家庭企业 名字我就具体不说了 反正你们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上海的四大高台 我们频道的观众 就算你没用过BBG 至少也看到过BBG 对吧 可能90后出生的才不知道什么是BBG 但也应该看到过 对吧 在我看来 BBG的消亡是突然之间的 对 BBG为什么会消失 其实它是为了移动通讯 就是为了手机而让出信号频段 那件事情是发生在00年前后 那个时候是公信部 那个时候还没有公信部来 那个时候叫通信管理局 要求BBG全都停止服务 然后把信号段让出来给手机来使用 在00年初的时候 其实上海以及全国很多的BBG 高台是被联通 当时的联通 当时的联通和现在的联通不是一回事情 被当时的联通收购下来的 那个时候就有业内的记者问过联通的高层 为什么要这么做 联通的说法是 我们是为了当时寻呼台的这么多用户 那个时候全中国有2亿多寻呼台的用户 最后这些用逐步转换到了联通那个时候的号段 就是133的手机号段 是不是那个时候联通的呼台应该是叫国卖吧 你说的没错 联通最早收的是国卖 然后再把其他的几大 包括外地的一些靠台全都收下来了 联通是这样起家的 据说那个时候做一个寻呼小姐年薪还很高 寻呼量是过百万次的 不管我岳父他们家那个高台 那个时候生意是不是好 当然生意真的是很不错 他们最终的退出机制 用我们现在的商业理念来说 他们的退出机制就是被联通收购了 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完全把业务卖掉 转换成了信息服务 R9ZLL的股票纸 他们还继续在提供股票信息的 那个信息服务公司呢 后来还做了一件事情 大概是在03-04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第一批到美国粉单市场 OTC市场上市的公司 这好像和他们没关系了吧 对 已经和我岳父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呢 很努力的去查了当时这家OTC上市的公司 现在的情况 估计已经转过很多道市 已经成为一个壳资源了 已经查不到了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从最辉煌的90年代 90年代末 一直到被联通收购 直到最后到美国粉单 OTC市场上市 完全退出 那么00年代了 你想我岳父和他那些同性的兄弟猜几岁 他们后来又去做了个商业 这个你就非常熟悉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大了 哎呀 保健品生意 也就是现在都被大家做成传销的这种保健品 只是当年他们不是用传销的方式 00年代的时候 保健品是突然之间爆发 因为国家出台了保健品和保健食品的准字号 我教一下 他们那个时候的保健品还真的是保健品的字号 不是保健食品 区里面政府希望他们做典型 还让他们去申请了一个GMP的认证 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生产药品的 是是是 当然他们有药品自制的只有一个 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早 还是因为规范的早 保健品是礼品化销售 特别是在上海 而这个风潮是谁带出来的呢 巨人集团 是 老白金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电视台上面做广告 同时取得了上海为数不多的17张 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之一 所以证兆远比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要值钱的多 值钱 对的 他们那个时候最大的业务不是自己生产产品 而是代加工 代加工各种大品牌的食品 你不要看那些知名品牌 出保健品 都是找上海这种有证兆的厂来代工的 但是呢 这个市场好景也不长 很快很快 保健品的各种各样的负面信息就出来 很多大品牌撤出了这个市场 那市场红一吃光了 我岳父和他那帮兄弟 那个时候年纪还不大 还没到退休年龄 他们呢 最后一搏 搏了件啥事 就是到美国来找了一个产品 在中国把它作为保健品化的销售 就是因为从美国引进了这个产品 差点把整个公司亏死 因为年纪大了 销售的人也没一切强 市场也过了 年轻人也上来了 大品牌 国际品牌 合资品牌也都上来了 他们差点因为这个产品把自己折腾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在2010年前后 整个转机出来了 就是上海的青浦工业园区 整体搬迁 是 而且他们还不是业主 他们只是租赁的厂房 整个青浦区 因为眼红隔壁 松江 还有敏航 工业区 全都变成了居住用地 青浦区也就动这个脑子 所以把这一批厂房 因为他们的厂房 离318国道很近 把那一批 他们都要变成别墅区和高档住宅区 就让他们动签走 在那个时候 就跟他们谈动签 最后我们普通人 在市区里面 一样 一模样的 谈补偿款 对 借着这个东风 我岳父和他这几个老兄弟就决定 再也什么生意都不做了 直接退休 因为他们也都60多岁了 对 也该一样天年了 但是真的是好机会 否则的话 就美国这个产品过去 和他们厂房 GNP认证厂房 这么高的运营费用 他们未来是会亏的 哎呦 这已经是在野免钱的事情了 野免借死期 销售不出去 所以 拍拍屁股 散伙 分钱 对 合作了二三十年的老兄弟们 就此真正退休 当然了 他们的这些老兄弟当中 一个大股东 还是贼心不死 有拿着一点那个拆迁补偿款 去南京乡下 继续去做某一个产品 其实准确来讲 他做的是一个平台 还是有很多的保健品 在那边生产 还是有很多的这种 像什么面膜 驱逗逗的那些乳液 在他们平台上面 然后他就真的把它做成了 一个泪直销的平台了 说了不好听点泪传销 当然他也拿了南京乡下 某地某政府的大量的补贴 没错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去求证过 是不是也让他把这些补贴吐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 对不知道 很久没联系过的 所以你看 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 你可能到时候会赚到钱 但是怎么样全身而退 是非常重要的 我岳父他们这帮老兄弟 两次生意本身赚到钱 赚到了 但是真的让他们大富大贵的 都是动钱 都是把资源让出来 一次是把土地资源让出来 还有一次是把无线电信号频段让出来 这两次他们都赌对了 也是他们运气好 所以如果你做一个生意 不要光看运营的时候 能不能赚到钱 也要看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本身是不是有资源可以进行交换 所以说到底 上海人翻身 靠动钱 无论是无线电还是土地 好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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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